水墨画大师欧豪年 数十年来他要山要水 在两岸开放后 数次到中国大陆寻访名山 捕捉五月起风 把大陆的黄山 用水墨画成奔腾澎湃的玉瓶雪 大师作品豪迈写实 画意俊勇 深受海内外人时的喜爱 欧豪年是领南画派的大师 主张国画应该融合西方的绘画技巧 最近以白手鸣山为题 发表他的近期书画作品 白手鸣山的话就是表示 我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全白 头发全白了 那么我在我的工作努力 所做的应该是鸣山实业 欧豪年无论人物 花鸟 山水 诗词都颇有专精 这张达摩水墨 笔法融会东西 神韵也穿透古今中外 尽管年过七旬 创作依旧没有间断 信手几笔 一幅中回至上传神 从事美术创作 以及到教育工作的努力的方向 文化大学对于我四十年后的今天 推下来告一段落 跟一个完美的修纸湖 欧豪年大师的白手鸣山有多重寓意 艺术是鸣山事业 却不能藏住鸣山 要分享世界 把绘画当作鸣山 以鸣山美景为绘画题材的欧豪年大师 也要把台湾的美景 划入岭南的水墨当中